春节假期到来可能大家希望小赌一下 但是要注意了 台北市有一位阳性嫌犯 他就在这个大安区的一栋豪宅公寓里头 设置了这推桶子的职业大赌场 不过开张不到三个小时 警方就接获现报将这些嫌犯逮货 抓到了赌场人员六人还有三十位赌客 这警方一看赌客大部分都是单纯的家庭主妇或工人 或许他们原本想要赢个大红包 即我现在却惹来一身麻烦 六名职业赌场的负责人和三十名的赌客 全被警方带回警局 原本赌场想在过年间大赚一笔 赌客也想赚个大红包 不过就算赌场隐身在不起眼的豪宅公寓里 还是难逃查器 赌场的负责人杨姓男子和他的员工 全被依法移送 他们在过年间选在台北市安和路的民宅 设置推桶子专业赌场 而赌客的名单里不少都是单纯的家庭准夫和工人 刚刚开始营业 在不到一天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为我们警方来破获 嫌犯执事各种分工 那也有一个 他们有个 就是负责再送赌客的部分 赌资和秋头金将近四十多万元全被查扣 原本想趁春节假期大捞一笔的赌场负责人 这下子发财梦碎 而想赢钱的赌客们 没赢到红包 反倒惹来一身麻烦 我们就会负责的赌客 我们就会负责的赌客